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题 这题的话是关于驻坡的题目 驻坡的意思就是 停驻在这个位置的坡 实际上它看起来 就坡场就会是 就会是没有前进的 只有在原地上下的振动 这个的话 要网路上搜寻一些驻坡的影片 同学就可以看到 那 基本上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形状 然后 一下子是蓝色这个状态 然后 慢慢的变低以后 最后变成平的 然后再往下凹 另外隔壁往上凸 然后再 在隔壁又往下凹 就是它会在这个上下 来回的震荡 而没有左右的移动 看起来是这样的 那这样就叫驻坡 那驻坡有所谓的节点 和负点 那 解点的意思就是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解点 就是它这个位置的界值 其实并没有离开它的平衡位置 那负点的话就是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 震动最剧烈的位置 所以 两个节点中间就是负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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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今天 第一个它要我们找出三个坡负 坡的负点 那 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个L切三等份 所以切两个 平分三等份 然后三等份的正中间呢 就是 它的坡负 所以画出驻坡的图形 第一体就是长这样 第一格 第一格 第一格就长这样 好 那如果参考它的 它的 解答本的话 它还有再多画一些 就是 这个 目前的蓝色和绿色 是它的最大震动 它的 它的 它的震动的 位移达到最大的情况 那 再一段时间 它的震动幅度会变小 那像刚刚说的 再一段时间 它就会 就会回到它原来的 平衡位置 然后 接下来再往 另一个方向凹 可是到这边是凸 在这边是凹 所以它的 速波的 形状就会长这样 这就是它的第一格 然后 速波的波长 那就是 我们要算波长的话 还是要有波风波谷 所以这样才算一个波长 这样才算一个波长 那或者是更快的方式就是 其实节点到节点就是一个半波长 节点到节点就是一个半波长 所以也就是说 L 就会等于 半波长乘上三倍 所以 波长就会是 三分之二L 这是第一格 那第二格 就以此类推 第二格是六个波幅 所以 我们把这个L 差不多 切六等分 然后再画出 波形 之所以会形成助波 就是因为 它有反射 有反射 反射波 跟路射波去 做 波的叠加 最后 产生了助波 那看起来就会是 这些戒指指点 它的波形 只在原地上下震动 而节点就一直维持 不动 节点看起来就不动 但是 它的 波负 负点就有 剧烈的震动 好 这就是助波 所以第二小题 它的助波的波形呢 它的 波长呢 也是 节点到节点 是一个半波长 那这边有 总共有六个 然后等于L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 L等于6 等于2分之L半波长 再乘上6倍 所以Lambda 就会等于3分之L 好,谢谢